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那么今天在立法院 是召开了全院委员会 那么要整对复议案 行政院长卓荣泰 是来到立法院来做寻达 那么今天当然了 叫卓荣泰来到立法院了 那么也登记了许多立委 包括了前四棒 都是各党团的三长 包括了第一棒 就是国民党团的总招傅昆琦 第二棒则是民众党团总招 那么黄国昌 第三棒则是民进党团的 盖事长吴思瑶 那么接续的是 国民党团的书记长洪孟凯 那么今天不只在场内 是严正以待 当然在场外 现在也是进行了交通管制 不过我们要先带您锁定在场内 就在刚刚国民党团总招傅昆琦 执询的时候 就拿出了反执询的画面 没想到却被卓荣泰给反呛 我们先带您来看看这段影片 他到时候投降的第一个是你 第二个是蔡英文 请问这样子有没有对委员人声攻击 这个可以宣布花莲信议会的 花莲信议会的识询也很检采吗 我会委员花莲信议会的识询也很检采 好 可以听到这个住在傅昆琦 执询就卓荣泰问他说 这样子算不算反执询的时候 那么没想到卓荣泰是反向傅昆琦说 就委员你不觉得花莲信议会的 识询也很精彩吗 那么就所皆知呢 过去傅昆琦曾经担任过花莲信长 如今他的太太徐正伟 也在花莲信当县长 所以就被外界解读成 这真的是酸度破表 只不过随即接棒上阵的黄国昌 则是攻打着法律条文战 我们一起来带您看看 黄国昌的这段执行 这是立法委员 起诉的是检察官啊 起诉的是检察官啊 检察官会因为怀疑就起诉吗 来请教部长 但是被追究被调查被侦办的话 这对观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了 对 你可以这样讲 但你不可以说止怀疑就可以行责嘛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施改国事会议 你们那个时候对美国联邦法 不好意思 我在讲话你一定要插嘴吗 院长可不可以控制一下时间请暂停 这样子秩序没有办法进行 院长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时间暂停 我都会给他们时间回答 黄国昌直询的时候 可以说是相当高分贝 那么当然了他想要针对这个法律条文 来做攻防 但是就在包括了法务部长郑明谦 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讲话的时候 他认为他的质询的时间 不应该由他们来插嘴 应该等他问完他们再回答 也因此多次的来求助立法院长 韩国瑜希望喊时间暂停 而韩国瑜也喊时间暂停 最后把条文跟规矩给讲清楚 那么才让质询得以继续 只不过今天在立法院 还有另外一个焦点 要带您来观看的是 那么就是最近呢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到 很多博爱座的影片引发争议呢 那么当然现在老人呢 希望年轻人让座 但是年轻人可能也会有需求 那么引爆了很多起的冲突 未来这博爱座 是不是有可能因此而来取消或是废除呢 今天卫福部长有最新回应 应该大概没办法强势性 但是我们会把会 有点像日本的优先席 也许也是可以采取的 他是一个优先的对象 那我们都可以吸取各国的一个经验 来做我们 让我们台湾在这个 博爱座这样的一个精神 能够真的更加的符合需要的人 那所以废除博爱座不会在悬项里面 应该是不会在悬项里面 不会废除 这个有需要的人让他能够有优先 来得到一个位置这样子 这个是应该不会废除的 好 要不要废除不爱座呢 邱太元是强调 目前是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不爱座就是要优先礼让给需要的人 但是呢 未来在台湾可能会参考日本的优先席概念 那么也希望告诉长者 那么年轻人也会有他的需要 那么也希望年轻人在需要帮助的长者的时候 可以来试谁让座 以上是国会风云的最新消息